与众生所属 则虽有四里空有不同 而从祝福 则自觉就是赞美 简直这瓜葫芦里的解释 只设方如来赞叹尽宗 甚至赞叹阿弥陀佛 说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赞叹到一切佛法 最后都是知归净土 在为此事愿也成佛 也佛成 夜舍真如海 为真舍之极 这都是解释 真舍之极 那为此事愿 弥陀四十八语 四十八语 第一尺 第十八语 深夜必须 这讲到究竟处 这是真实之极 可见 可见会俗于真结 君异 此尽宗一佛臣 为真舍之极 一切佛之之极 法华经上说的佛地之极 今诸大使 为诸众生 寻一 舍方诸佛 同赞之 世约一佛臣 故人开花 显示 真舍之极 古来 这些诸解里头 都说得非常好 法华 佛臣之极 就是尽宗 真舍之极 这一部经理头 讲了三个真实 真实之极 之外 还有真实智慧 真实利益 在一切经理头 这三个真实 通通通通通通光 通通通通 our讲道 很少恫 这一个真实人 名为宗апernae 我们这一生当中 能遇到这个情 遇到这个法门 实在是太难得了 这个语言无比的殊胜 遇到能够抓住 绝不放松 一教奉行 这一生就成佛去了 功德圆满了 这是所有法门 这八万四千法门 都走不到的 唯独这一门 幸运痴迷 多难得了 多殊胜了 我们决定不能空过 这一生当中 这就明白了 什么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第一等大死 头等大死 就是念佛往生见读 亲近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第一种大死 赢口大死 做出榜样 给我看 可以不睡觉 可以不吃饭 不能不念佛 不能不念佛 三天三夜 不眠不休 至成功尽 老师念佛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这他没想到的 这叫支撑感同 真诚到极处 感应阿弥陀佛 佛来世纪 接应他 这一种事情 几乎每一个时代 都有 指使我们学佛的人 粗心大意 俗世太多 没有真正留意 这种事情 现在 对立于 网络 网络传播非常快 传播的内容都很真实 无论是文字 是照片 都如同亲自看到一样 这是三十年前的人 没这个方便 换句话说 他们没有这个佛宝 三十年之后 这得利于 科学技术的帮助 让我们想知道的这些信息资料 很快就能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它的作用 增长我们的信息 那坚定我们的运行 真心 真愿往生 我们这一生 真能成就 这才不辜负 这才不辜负 两个人用了十六年 我们得到了 得到真实利益 真实之机 真实之会 啊 所以 摄风如来 赞叹敬忠啊